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杨阳说事,我是雪儿 刘邦作为汉朝的开朝皇帝,对汉族以及汉朝的文化推广十分的大 也是一个从社会底下的百姓力争上来的人才 为以后汉朝在历史上,在国际上的强盛打下了第一杆枪 一直以来,刘邦给人的印象就是文王 毕竟不像项羽是贵族出生,文化程度也不高 小的时候不喜欢看书,但是却创造了一曲诗,直到现在都被人称赞 没错,他写的就是《大风歌》 汉朝格局打造了之后,不免会有人造反 在公元196年,淮南王起兵造反,刘邦亲自去镇压 在回朝的途中路过自己的老家沛县 于是便将县里的人都集合一起饮酒十日 在一天的酒会上,刘邦一面基著一边唱着自己所写的这首诗 酒席间有数百人唱歌助兴,场面很失壮烈 同时也是表现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国家大事的忧虑之情 这首诗很难看出它是一个文盲写的 毕竟这诗歌虽然只有三句,但是句句紧点 一般人还真的模仿不来 不过毕竟他经历的事多了,自然说出来的就会不一样 这首诗的情节是一位皇帝在登基前远征沙场 但是登基之后就开始为国家大权担忧 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甚至能威胁自己的权利 过去的感情不能忘,但是镇守的将士又在哪里 这世界已经变了,所谓的英雄情节,大丈夫也不过如此吧 好了,本期的洋洋说事就到这里 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指证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下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